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上官少卿 你所说的人犯了吗 怎么回事 少卿 人和猫呢 少卿 上官少卿 想必你应该很清楚 妖猫杀人案事关重大 只怕少卿你 对尚书大人交代不起 告辞 他说的什么案子 什么案子 什么案子 十日前出现了妖猫杀人案 案情扑朔 死者尸体悬挂也出雀门 再过几日便是孟春 陛下四股于明堂 此事体大百官皆知 必经诸雀门 此案件大凶至极 也伤了朝廷提督 不错 你明白得倒是快 竹林庆典的尚书大人 将此事交给了大理寺 这其中少不了秋情之导鬼 这案子明明发于神都 却偏偏押给了大理寺 让大理寺来顶投风 不过是欺负我大理寺 没有当家人 只有一个少卿罢了 大人 此案重大 既不是我们明镜堂接手的 好像又跟我们没什么关系 我们就先告退了 怎么没有关系 你们采生折戈案里 不是抓到一只猫吗 那猫凶得很 来历不明还十分妖异 接着就莫名其妙地越了欲 还是在你们明镜堂人的手里 越了欲 大人 不就是一只野猫吗 你怎么知道那只猫不是妖猫 还有那个陈石 你怎么知道它没有座位 不是同贩呢 我 你什么你我什么我 既然这猫和人都是你们抓的 也是在你们手里丢的 就理应由你们追回 限期三日 若是你们明镜堂的人追不回来 我也没有办法向少卓大人求情 大理寺岂能容忍儿童